8岁男孩首次认识到死亡 发现乳腺结结 哪些情况要考虑癌变可能呢 山西运城一名8岁的男孩 面对乳癌即将去世的妈妈 气不成声 什么也代替不了妈妈 她50岁的妈妈与乳腺癌抗争8年 即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癌症的治疗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如果发现较晚 出现癌症浸润或者转移 治疗的效果往往会很差 那么对于普通人 如果发现乳腺结结 怎样才能早期发现癌变的可能呢 乳腺结结通常和炎症 遗传环境因素等有关 对于短期内逐渐增大 增长速度较快的结结 癌变的风险较大 有的结结出现疼痛 也要注意 对于结结 可以进行超生或者木拔检查 如果发现结结的边缘不规整 像螃蟹一样生长 有毛刺针 可能是供血的血管的表现 如果还有散在的钙化 多数也是癌变的征兆 乳腺癌的生长一般长在乳腺的外上向线 也就是说乳腺的外侧上缘 触摸肢力比较坚硬 形状不规则 边界不清楚 活动性较差 这种情况要注意 癌变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有专家建议 对于30岁以上 有限节节的人 建议每年进行专科检查 能够早期发现癌变 并且进行早期治疗 效果会更好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欢迎您关注转发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